司馬光跟王安石在鬥的時候 還有一個非常可怕的 怎麼樣 剛才講說王安石這一個人 他無可指摘的人 他生活很樸素 也不會收錢的一個人 所以王安石這樣一個人 你要用道德去攻擊他 要用什麼貪賬王法去攻擊他 你攻擊不了他 他沒有缺電 他的心法又有宋真宗支持 怎麼辦 司馬光想了一招 叫他底下一個叫政俠 政俠當時利用什麼 利用荷蘭天災的時候 乾旱 一臉裡面乾旱 那個滴水不 天下沒有降下一滴雨 結果乾旱 乾旱以後就造成很多的這種 所謂飢荒 飢荒 由這個政俠畫出這種 歷史上很有名的土 叫流民土 你看這個人都已經把它畫成 這個已經皮包骨的 對像乞丐一樣在吃的 好像拔那個菜根在那邊吃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衣衫蘭里的沒有衣服穿了 所以現在宋朝民間是這個樣子 對 流民土 流民土他當時寄給宋朝叫 銀台師 銀台師就專門收受這個 所謂奏章 要給皇帝的 銀台師把他退回去 因為銀台師是屬於 王安寺這邊管的 你知道政俠一個人快馬加鞭 自己連夜闖進宋真宗的宮裡 他靈驗被抓 然後都要把流民土送到宋真宗 結果有人講說這一張圖改變宋朝的天下 讓宋朝後來居落不正 就是這張圖 流民土 為什麼 因為宋神宗看到這張圖以後 他一直覺得我變法又不是國父名搶嗎 怎麼民間原來是這樣子 你說我如果宮內沒有內印 你怎麼可以闖進宮去 你覺得當時守舊派是開了方便之門 才讓他把這個圖送到宋神宗面前 對 結果宋神宗看了以後 就開始非常覺得 我認識的宋朝天下不是這樣子 原來現在民間是這樣子 那其實這是荷蘭一角 激方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兩個州縣 他把它變成普天之下都是這樣子 你的變法就是這樣子 所以宋神宗才開始猶豫他的變法 而且你知道他們是性命相伯 那個政俠送這個流民土去的時候 跟你王安寺對賭 性命相伯 他說宋神宗如果 他說我辰啊 願意我向上人頭啊 你如果可以霸這個新法 霸這個新法 那我讓十天之內 齊矣就讓天下矣 十天之內天不下矣 我向上人頭願意 賭命 賭命 是賭命 結果宋神宗看 為什麼宋神宗後來 尤其動搖的一個原因是 你命都賭了 對 三天之後真的下大矣 宋神宗把那個變法所壓下來 先壓下來 結果三天之後下大矣 是 所以宋神宗後來西零七年 就把王安寺的霸相 對 九年又回來 西零九年又回來一次 那一直到研究 就剛才講高太后的時代 宋哲宗的時代 重用司馬光 結果司馬光也是一樣 他們就開始殺新黨 殺新黨 當時王安寺的一個主力大臣 叫蔡崔 蔡崔 他們一上任就把蔡崔拿過來開刀 蔡崔也是一樣 他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殺到 那就挪之一些罪 蔡崔當時後來是很慘 家裡的人全部都流放邊疆 蔡崔是腰斬氣勢 所以他們新黨跟舊黨 爭到後來 真的每一個人 不管你像這種大學問家 不管是誰 完全變成腦殘 那後來也是一樣 後來宋哲宗 高太后 宋哲宗年紀大了 年紀長了以後 長大以後 長大成人以後 他親政 親政以後 他又開始重用新黨 新黨開始緩扑 又殺來殺去 殺來殺去 所以才會有蘇東坡被流汗 到什麼海南島去的那些事件 這些東西就是這樣 新舊黨在黨真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沒有理智 每一個人都非常可怕 原來我們過去都誤解了 過去都認為 蒙古是一個內陸國家 蒙古只會冰牆馬狀 只是一個草原民族 只會圍獵 他的海軍 他的海上的貿易 真的這麼厲害嗎 對 寶傑你知道 講蒙古水師 水師 你知道 南宋最後被滅亡的 不是陸戰 是海戰 海戰 而且那場海戰 是中國歷史上 以少勝多的一次 最大規模的一次海戰 是 蒙古來的多少 原草派的多少 忽必烈派一個鎮海大將軍 張宏煥帶了兩萬人馬 兩萬 水師 乘了五十幾艘船過來 過來到挨山 廣東挨山這一邊 當時南宋最後一個皇帝 右弟叫趙炳 八歲而已 八歲而已 他在廣東挨山這邊 本來挨山是兩座山 那兩座山挨山這邊上面 上面蓋了大概三千多個所謂據點 包括房屋 包括宮殿 本來南宋在這邊是要生存 在這邊以圖獲謀 那當時他底下一個大將軍 叫張士傑 張士傑 張士傑當時看蒙古要光過來 看岩草光過來了 他講很簡單 你才幾艘船而已 我一千多艘 就直接 我不要在山上跟你打 因為蒙古鐵技很厲害 對 我直接就在海上跟你打海戰 我看你蒙古人不會打海戰 對他們一直講蒙古不會打海戰 因為陸戰他們都很清楚 那我打海戰 我一千多艘就在挨山這邊 這個是挨 因為這兩座山中間那個海灣 我就在這邊橫著一字 一字形的 在那邊趕你過來 結果他犯了一個很大錯誤 他當時想說你挨山 這邊有兩座山對不對 這邊只有一個出口 只有一個出口 理論上講他應該是張 張士傑應該帶一三艘船 一千多艘船 直接就衝到外海 直接對打 對打還有勝算 對 他沒有想到說 我只要把這一字形排開 你看你都會怕到 結果沒想到 他還做了一件事 他把上面的宮殿 全部背水一站 全部都燒掉 所有據點全部都燒掉 就是說我們在這一站 如果死的 你沒有後退之路 上面都已經燒掉了 結果他用大的繩索 把那個宋朝一千多艘 整個一字形的把繩索把它串起來 連環船在這邊列陣 他們叫水在方陣 列在這邊等蒙古 岩巢過來 結果張宏旺過來的時候 他們很戰略性多強 他們你知道遠來疲憊 第一個遠來疲憊 第二個岩巢那個船過來 你是從海上過來 張士傑這邊是在港灣裡面等你 港灣裡面風浪比較沒那麼大 所以岩巢這邊過來的時候 其實兩萬兵馬 有一半人都在船上吐 那時候兵兵吐了 對 陰船 陰船 但即使這樣子 你知道 他還是一樣 他選擇說好 你們一千多艘連環船 就像赤壁之一一樣 火燒嗎 火攻 但張士傑他也提往到這一點 赤壁之一太有名了 他知道岩巢會火攻 所以他在一次排開連環船的時候 他把所有船 旁邊那個船險這邊 全部都用那個泥巴塗好 你火箭就沒有辦法攻 包括還四面被蓋上 蓋上 還每一個每艘船上面準備 那個長竹竿 你其他小船靠過來的時候 我可以把你撐住 不讓你靠近 結果你知道火攻 張宏萬火攻沒成功 沒成功 失敗 失敗以後張宏萬就退回去 當時張宏萬有一個副將叫李恆 李恆講說沒有關係 我帶兵再攻一次 帶兵 結果帶兵再攻一次 就是炸敗 炸敗 果然他一千多艘船太多了 結果退回來 退回來 他們就守在 剛才講的 挨山是兩座山 他守住這個出海口 你裡面的人根本出不來 兩邊在那邊對峙 對峙的時候 產生一件事 好 我這邊暈船 對不對 我吐一吐 船板上我休息一下 我就好了 恢復精神 對 恢復精神 但是你宋朝 你這邊被封守了以後 你糧食進不去 淡水進不去 所以當時張士傑底下的一千 多少艘船的那個船 二十幾萬人 沒吃沒喝 乾糧吃完了怎麼辦 沒得吃 尤其淡水 淡水很快就斷了 斷了以後他們喝海水 喝到後來整個都浮腫 浮腫 嘔吐 那個戰力更差 結果當時張宏萬 炎炒張宏萬就講 鄭海大將監 他就講說時機到了 他前面幾天就在那邊飲酒 作樂 然後還歌舞 生平在那邊唱歌 船上唱歌跳舞 音樂都傳到那個 午夜都傳到那個 那個宋朝 宋軍這一邊來 宋軍想 蒙古也不敢攻過來 岩朝不敢攻過來 好 那就在那邊對視 結果沒想到有一天 那個在音樂聲中 而且是政府的時候 張宏萬這邊突然就派 五十大艘船 全部直接攻 他攻哪一點 剛才講說他 宋朝是排一字型的 他們把皇帝擺在正中間 他就整個 岩朝直接直撲皇帝 旁邊過來救駕的船 他直接就打掉 直接打回去 又直接攻右地這邊 結果後來張 張士傑這邊的船 因為用大繩索綁著 跑不了 對 又機動性不夠 你要整個圍過來 又救駕 來不及 來不及 他直接就衝右地這邊 結果後來右地這邊 上面有一個陸秀夫 一看大勢已去 大勢已去 岩朝太猛了 結果他就憋著這個八歲的右地 用紅絲帶把他綁著 從那個船上 直接就跳海 頭下腳上跳海自殺 自殺以後 整個局勢崩潰 而且裡面吐的吐 剛才講吐的吐 腫的腫 沒有戰鬥力 結果援軍殺過來了 後來張士傑帶了三十幾艘船 才突圍而出 突圍而出 他當時還請楊皇后 就造秉這個右地的母親 楊皇后說我們先逃出去 以後再想辦法航空過來 結果彎皇后講了一句話 說我一直苟活到現在 為了就是趙家的一塊骨肉 最後一塊骨肉 最後一塊骨肉已經不見了 我活著何用 他自己也跳海自殺 跳海自殺以後 你知道這一件事 一傳出來 所有在船上當時二十萬人 是十比一的一個數字 二十萬人包括沒有打死 沒有戰死的將士 包括文官 包括太監工女 包括老百姓 剩下的十幾萬人 全部跟著楊太后一起跳海自殺 真的假的 那是中國最慘烈的一場戰役 難怪說宋朝之後沒有法下的 對 所以日本人講一句話 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的 叫內藤胡蘭 內藤胡蘭講一句話說 癌三之後無中國 因為癌三之後 中國看不到這種結義 這種忠義 忠義精神 癌三十幾萬人 十幾萬人跳下來 跳下來 但是後來打撈打撈 打撈了七天七夜 還撈不完 所以後來 岩將張王萬 就在癌三的那個山壁上 刻了幾個字 說鎮海大將軍 滅宋雨池 十二個字 結果那個字後來到明朝以後 那比廣東人看得很不舒服 就把字那個慘掉了 所以你知道 癌三還在中國歷史上 最慘烈的一戰 而且是 岩朝以少甚多的一戰 其實就是以兩萬人對二十萬人 那岩朝的水師 你不能說他不會戰 他真的是很能戰 而且是滅宋之戰